昨日深夜有媒体爆出一个爆炸性大瓜 附带了几张照片 依次黄子涛带着徐一扬参加综艺 并在综艺里上演求婚大戏 这个消息直接让粉丝圈炸开了锅 但是当事人一直没有出来回应此事 让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据内部人透露 黄子涛在录制的综艺里 提前准备好了求婚的道具 并精心准备了一切 打算向徐一扬求婚 根据现场图曝光 黄子涛穿着白色西装 打扮得英俊帅气 周围围了很多的工作人员 他们一直在张罗着事情 不知道是录制节目的事 还是真的在准备着什么 另一边徐一扬穿着白色长裙 搭配一个公主发型 整个人看着十分甜美温柔 两人一起合体录制综艺 让节目看点十足 不过黄子涛身为徐一扬的老板 给他提供资源 亲自带他上节目 还被拔出带他和黄妈妈一起吃饭 去韩国看演唱会 海边散布等照片 对他是真的好 有意思的是 黄子涛一直对粉丝否认恋爱的事情 还曾发文怒对遭遥的人 称他如果恋爱 一定会第一时间告知粉丝 如今被爆出在节目里 向徐一扬求婚的事情 虽然不确定是录节目的效果 还是真的确有歧视 但粉丝们已经炸开了锅 有网友留言说 拿自己的粉丝当傻子吧 如果真的恋爱 就大大方方承认 一直遮遮掩掩的 还骂媒体遭遥 果然粉丝只是你们其中的一环 粉丝一直支持你的事业 但是你所谓的音乐到底是什么 如果真的不想混娱乐圈 就退出吧 不爱看你满嘴谎话 装什么真性情呢 都不如你好兄弟露汗一半 还有人爆出 黄子涛徐一扬录制节目间隙 在沙发上休息的画面 黄子涛亲密地搂着徐一扬 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 两人闭着眼互相依偎 看他们的穿着 应该不是在录节目 更离谱的是 网友愤怒的原因是 黄子涛竟然为了徐一扬 直接带着女友上综艺 给他提供大量人脉 打着为了员工的口号 偷偷的谈恋爱还企图蒙骗粉丝 把粉丝们其他的团团转 如今诸多证据摆在眼前 两人撕下了情侣衣服 情侣账号头像 甚至是被拔出同居的照片 黄子涛依旧打死不承认 现在被爆出求婚的事 直接点燃了粉丝们的怒火 一夜间脱粉无数 大批粉丝破防崩溃 杨烟对他彻底失去了信任 其实也不能怪粉丝 如果他早点大方地承认 不这样拖拖拉拉搞小动作 还曾怒骂粉丝误会他和许一阳的关系 也许大家的反应还不会如此 如今爆出他疑似求婚的消息 已经过去一夜的时间 而他本人以及公关团队至今保持沉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全网都在等他出来回应 粉丝们已经脱发了一大半 不知道他还在犹豫什么呢 如果不是情侣的话 就出来辟谣啊 现在这样太伤人了 你们说呢 耳灵一边又爆出一个瓜 也是让众人生气 有瓜主爆料 沈州奇侠承任嘉伦欢瑞续千里 要知道这个剧之前一直网传的是诚意 这让我不得不对此产生好奇 顺便跟大家聊聊这部剧 以及与这部剧相关的两位男演员 任嘉伦诚意 先跟大家说下这部剧 或许有很多不了解的朋友 听到这部剧剧名就觉得一般 《狠雷》《狠普》是个垃圾剧 诗诗完全相反 这部剧跟《莲花楼》类似 是一部超级武侠IP剧 它身上有几个标签 大男主剧 贾显微镜大名的导演 贾文瑞安的IP 文瑞安是跟金庸并肩的武侠小说作家 这部剧早在2017年 热度就非常高 男主人设也是非常讨喜 接着聊聊任嘉伦 原以为完成欢瑞那剧 凤凰台上后 任嘉伦就会跟欢瑞好聚好散 没想到竟然续签了 这么看来 欢瑞确实是拿出了杀手锏 在最近的大半年里 任嘉伦与欢瑞因续签的事 闹得并不好看 欢瑞为了给任嘉伦施压 爆任嘉伦黑料 对任嘉伦的商务宣传 新剧宣传也不用心 更是用任嘉伦捧公司新人 一副既然要跟我分手 就榨干你剩余价值的架势 这种情况一直到 凤凰台上开机为止 才出现变化 网络上关于任嘉伦的黑料 少了许多 任嘉伦的营业也多了起来 或许是欢瑞看见 家人们对任嘉伦的陪伴与喜爱 觉得不能轻易放手 于是又开始想往回找补了 任嘉伦生日 杨子朝理颖为其庆生 也看出了任嘉伦 在圈中的人脉好感度 彻底让欢瑞无法撒手了 实话实说 对于任嘉伦来说是一个好柄 不过对于诚意来说 着实是太欺负人了 任嘉伦 诚意都是有眼级的男演员 不过相比任嘉伦 诚意更适合武侠剧 任嘉伦演武侠 而且还是这种大App 欢瑞其实承受的风险会很大 毕竟有莲花楼在先 如果没演好 必定会遭遇群潮 喜欢刷剧的朋友都知道 一部剧不仅仅靠剧本 制作团队还有演员 演员跟角色的契合程度 欢瑞真的挺高挺现实的 觉得你没用的时候能处理 觉得你有用了又上杆子 诚意因为跟欢瑞的合约还有几年 欢瑞就是觉得他可以收委去没关系 他们使资本方拥有花语权 打定主义诚意佛系不会因此翻脸 当初面对杨子也是如此 杨子没货之前 网络上图天盖地的骂声 不管不顾任由杨子独自承受 杨子凭借消灭火勒 开始剥削杨子给他安排内戏 让他带公司新人 一直到杨子从欢瑞解约后许久 杨子都在拍摄欢瑞内戏还账 任加伦更是了 这个上面有讲 欢瑞对待合约即将艺人的手段 格外卑劣 用黑他来逼迫他跟自己续约 看到很多成因粉丝在吐槽欢瑞 吐槽神州旗下的班底 吐槽欢瑞没话说 这个班底的话 个人感觉起一果 欢瑞大概率不可能浪费一个这么好的app 当然如果有朋友知道 更加详细的内幕 也欢迎评论区跟大家一起分享 任加伦解谈神州旗下的事 应该很快会官宣爆出 到时候一定会上热搜 希望双方粉丝冷静 一致对外欢瑞 说起来昨天还是何炯的生日 不知道观众们还记不记得 之前何炯每年生日 都是那于很热闹的时候 各家明星送祝福 各家粉丝点赞空评 何炯的生日一度成为了 检验圈内人气的榜单 何榜一时之间很出名 可问题是 自从何炯那边因为手里出事之后 他的生日就再也没有之前热闹了 当时很多明星为了避嫌 就开始不送祝福了 这件事也引起过很大的讨论 到了现在 何炯的生日就过得比较平静了 不过圈内还是有人给何炯松祝福的 张杰谢娜就挺准时的 也挺走心的 这样一来 新的争议也来了 有人发现 魏大勋今年 竟然对何炯生日没有任何的表示 今年毕竟是魏大勋爆红的第一年 之前何炯也没少帮助提携他 那时候魏大勋也给何炯松祝福 俩人私下也确实挺熟悉的 与公与私感觉魏大勋都应该送个祝福 昨天一整天魏大勋那边没什么表示 只有粉丝表示了一下 正义就来了 有人说魏大勋这不就是白眼狼吗 何炯提携他这么久 他竟然连个祝福都不送 也太过分了吧 也有粉丝解释 真的关系好又不用做给别人看 私下送祝福不就行了 可问题是 昨天魏大勋跟何炯的旧照又上了热搜 倒是在热搜里送了祝福 就有人吐槽魏大勋一边利用何炯炒热度 一边不送祝福避免争议 有点太自私了 巴拉巴拉 甚至有人怀疑魏大勋跟何炯已经闹掰了 这就有点过头了 其实何炯生日的时候 自己也没发什么东西 魏大勋没有公开送祝福也正常 这俩人没有闹掰 私下关系还挺好的 魏大勋属于有点抠门的类型 但是他之前给何炯送的礼物算是贵的 不能算是白眼狼 而另一边已经被封杀的208们也难耐不住了 邓伦就是其中一个 说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邓伦的消息了 他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素人了 粉丝倒是时不时放出一些消息和照片 其实他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因为他有自己的产业店铺 不少粉丝还是会去支持的 他专的业不少 也有人好奇邓伦的带波剧也不少 他不用赔钱什么的吗 之前远兵炎凉的时候 感觉时不时就放出消息试探 说带波剧要上了 倒是邓伦这边 很少有相关的消息 邓伦和妮妮有一部耶律人 不少人之前都很期待 邓伦凉料之后 一直传出要换头重拍的消息 大家也都默认 这部剧在换掉邓伦之前是上不了了 但是就在今天 突然传出一个瓜 说这部剧正在做商业计划书 因例模式可以回本的话 暑期空降网盘或者外网播出 因为第一次听说这种瓜 听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不少人也都相信了 觉得邓伦可能真的要付出了 还有人说 既然邓伦的剧能够这样上 那可能就是给其他被连累的剧试水 如果试水成功 一大部分难以播出的剧 可能会走这条路 已经开始有人给宋祖儿的剧 安排这条路了 还有人说 远冰岩等人的剧不都能这么上了 难不成秦簪行还能看到吴谦的脸 这倒是不会 因为秦簪行已经补拍结束了 远冰岩那部剧也已经补拍过了 到时候会上换脸的版本 关于邓伦这个剧要上的消息 倒是听说一点 但是这只是个想法而已 几乎没法实施 因为一旦允许上剧 就会给他们带来热度 劣迹一人很容易卷土重来付出的 搞成这样 以后沈的指挥射得更紧 几乎没可能的 这个消息还是放出来湿水的 最后只能说 208们还是好好拍戏吧 别再搞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作妖了 就会给大家看